好 谢谢就是 谈委员这次就是接受我们的采访 就是我们这一次呢 在其实我们在这个疫情 其实非常突然的扩大的状况之下 您做了一个新的APP程式 请教一下这个APP程式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这个APP程式主要的功能 就是好比像说日本 捐给了我们这一波113万剂的AZ AstraZeneca的这个疫苗嘛 那它就在前几天有来到台湾 这个城市呢 它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在一个星期的疫苗检验的时间里面 去询问全台湾有多少人 他是50岁以上 或者身体有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等等 愿意来施打AZ的疫苗 那在我们问了台湾民众之后 刚好就是113万人 在这个年龄跟身份的区段里面 愿意来用AZ的疫苗 所以这个城市就可以确保 当我们疫苗检验一完成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面 这113万人马上就可以获得AZ疫苗的注射 既不会有好像放很久没有人来的问题 也不会有想要的人 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达到的问题 两方面都解决供给跟需求的问题 那建发这个软体是需要多少时间 这个软体它的设计发想 其实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成 但是这个软体最困难的部分是 我们希望每一个县市的朋友 都能够去说服它的县市的民众 来使用这个软体 但是在我们刚开始设计这个软体的时候 也就是日本第一批AZ疫苗来台湾的时候 很多的县市政府都告诉我们 没有啦如果是退休的人士的话 要勉强这些65岁以上的朋友 来用网络做意愿的登记 好像太麻烦他们了 因为是退休的人士 所以发一个通知单说 住在这一区或这一里的朋友 请你几月几号几点到哪里去打疫苗 通知就可以了 不需要强迫这些长辈来上网吗 那个时候主要是75岁的长辈 我觉得他们讲这个很有道理 所以后来我也被说服了 就说那我们等到64岁或以下的长辈 再来使用吧 那就是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关系 从设计好到实际使用 刚好就是中间隔了 相当于日本第一批跟第二批的AZ疫苗过来的时间 再次非常感谢日本 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两批的赠送的话 我自己也打不到第二剂 也就不可能去日本了 太好了太好了 你这个软体是你一个人建法的 这个软体它后面可能有上千人的团队 一起来努力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套软体 它是修改于一套我们叫三倍券的软体 这套软体是去年在台湾有实施的 而三倍券的软体又是修改于口罩实名制的预约的软体 那这个是去年四月在台湾所建制的 可以说我们的这一整套的做法 都是建立在一样的资讯系统的基础上 后面有包含便利商店 包含药局的药师 卫生所的同仁等等的朋友 一起都是这个资讯系统的一部分 台湾四个主要的超商也都贡献了他们自己的开发的人力 所以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实作出来的 我只是这个设计的概念在我脑里成型 但是实际的执行的细节一定是成千上万的朋友 一起努力 哇我的天啊一个星期啊 不到了不到了 那么华小姐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好了 好的 请教您从小就选择了IT科技领域的路 请问当时你会选择这样的道路的契机为何呢 其实严格来说 我所在意的并不是资讯的科技 而是在这个数位世界里面 人和人之间怎么样更快速的彼此信任 那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说 数位连结人和人 但是IT连结机器跟机器 对我来讲机器跟机器的连结 并不是我想要钻研的学问 我想要钻研的学问是人和人之间 透过机器的协助的连结 那为什么从小我对这个有兴趣 很有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有心脏病 身体相当的不好 其实我没有办法走出门去运动 稍微跑几步就会开始喘 大部分大众的活动 更不要说奥运了 我都不可能去参加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除了透过网际网路来联系志同道合的人之外 其实大部分户外的活动啊 或其他的小朋友的活动啊 我都是很难参加的 所以也可以说是我的社会化的过程 社交的过程 它是靠着网路来达成的 我知道了 但是你下个星期可能要来日本 看一下这个奥运会是不是 我听说了 对这会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 踏入一个真正的职业的运动会的会场 然后来看运动员的这个辛苦的这个努力跟竞赛 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这样子做过 所以第一次就是奥运会 我也是非常的期待 我们日本话语题了 谢谢 第三个问题好吗 当初您受命担任数位政委的时候 有想过要拒绝吗 那因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的 这个责任非常重大 当初您为什么会接下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工作 主要是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是感兴趣的 他对我来讲有乐趣 就像刚才说的 我一直致力于研究的题目 就是怎么透过网路来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 所以数位政委这个职位非常适合我继续探索 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 当然当时在受到邀请的时候 我也有问其他身边的朋友 我觉得说不定比我更适合啊 他们有没有兴趣到政府服务 不过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他们都还有事业要发展 他们如果进入政府 因为我们台湾是不能够兼职去同时担任盈利公司的工作的 所以他们如果进入政府服务 他们的事业就要中断 所以他们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来加入政府服务 这件事情我也理解 包含日本的数位厅 或者我们自己的数位发展部 现在都开始有一些 让外部的这些朋友们 可以一方面保持他们在民间部门服务的弹性 二方面也可以跟公共部门一起工作 类似兼职的情况双方都正在严腻 但是在2016年在台湾是没有这个情况的 那我呢 因为反正已经退休了嘛 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你还没退休 现在当然就是做公益事业嘛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内部创业啦 就是在行政院的院本部 但是用一种类似创业的精神来进行我的工作 会不会负担太大 责任太大了太重 对我来讲 其实责任重跟负担大的是机器嘛 好比像说今天一大早 我们开放到18岁以上的所有的这些朋友 都可以来进行他要AZ或莫德纳的意愿的登记 那一下子网站就从一秒钟可以载入 变成要五秒钟甚至六秒钟才可以载入 表示说机器正在受到很大的压力 不过就在我们访问的时候 又回到一秒钟就可以载入了 但是你看我还在这边接受访问 可见这个压力不是在我身上 而是在机器身上 我了解我了解 好下一个问题好了 第四题 IT科技虽然为人类带来非常便利的生活 但是换句话说 它其实也是 也可以说是人类支配下的一个产业 感觉上它是一个两面刃 那您认为在IT跟人类之间 就是我们人之间它要存在怎样的一个关系或法则是最完美的最平衡的呢 这是很深刻的问题 简单来讲 我们说人间嘛 就是人跟人之间嘛 所以只要机器它是在人跟人之间去联系人跟人 它就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机器是要取代人 把人跟人的联系变成人跟机器的联系 甚至完全没有人变成只剩机器跟机器的联系 那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出状况 所以我常常说AI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式的智慧 是这个意思 OK下一个问题 请教就是日本现在许多企业 它到目前为止 他们在重大决策的时候 他们都要透过比较传统跟复杂的董监事会 才有办法做最后的决策 但是其实台湾它还是多是由领导 就是从上面去发布政策或决策 您认为台湾这样的方式会 因为跟日本非常的不同 您觉得会存在危机吗 还是您觉得像我们台湾这样子 是以上对下的这样决策方式 其实是比较有利的呢 不过以我的理解 台湾非常有规模的那一些公司跟组织 好比像说一些上市柜的这些公司 它也是有它的公司治理的文化的 也就是说我觉得这并不是台湾跟日本的差异 而是公司或组织的大小的差异 大到一个程度 它的供应链的利害关系人 几乎等于全民的时候 它当然就需要有我们叫corporate governance 就是一个公司治理的点章制度 但是会有这个印象 有可能是因为台湾我们叫中小企业 就是说人数并不多的这些公司 是占蛮大的比例 可以说是比中小企业在日本的比例 要来得大一些 台湾又有很多的初创或者新创的企业 就是它的人数非常非常少 但是呢它有爆发性成长 或者就收摊了的这种潜能 那在这个情况下 当人数这么少的时候 当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公司治理的点章制度存在 所以我觉得吴宁是说台湾鼓励创新创业 以及中小企业比例非常高 让大家有这样子的印象 我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呢 我觉得15年前20年前的时候 就是IT方面来讲的话 日本走比较前面 可是以后呢 我觉得现在的话 就是好像日本走台湾的后面 这是你也觉得吗 我一直都觉得说 在怎么样子把IT融入社会上面 也就是说不是科技本身去主宰人 而是说科技来配合人 这样子的概念上面 日本一直都是走得非常前面的 包含提出来的社会5.0的观念 或者是地方创生的观念等等 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味的去说 好像是人要配合科技 看起来好像冲很快 很有未来感 但是事实上是把那些 我们刚刚讲到的65岁以上的长辈 好像把他们抛到后面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系统虽然设计好了 但是就说没有65岁以上的长辈 我们先用纸本去通知他 先打电话去通知他等等 并不是一种落后的感觉 而恰好相反是一种 谁也不要落下来的这样一种感觉 那如果以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科技的发展的话 日本跟台湾都是很领先的 我觉得在台湾就像刚才讲的 我们鼓励创新跟创业 就算你在一个非常大的公司里面 已经当到了主管的职位 在台湾还是非常多人在那个时候 自己跑出来创业 这个几乎已经是一种 好像大家心照不宣的一种文化 那但是呢 在其他的国家 特别是东亚的国家 就未必如此 在这样子的年龄段 也就是40到50 表现非常好 在大型企业的人 他的下一个念头通常不会是 那我就自己出来创业吧 而是说 那我就安安稳稳的 待到60岁65岁 然后退休嘛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他对自己的直来的想象 不是他一个人决定 而是旁边包含他的家人跟朋友 社会的文化的氛围决定的 但是尤其是在我们做软体 或者做服务 做设计的这些朋友 如果不一直靠新创来刺激的话 那其实很难去引领这个社会 去想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我们鼓励创新跟创业 甚至是大型组织 包含行政院内部的创新创业 这个是有很重要的因素 OK 那么华小姐第六个问题 好的 这个世界上总是专制跟民主在做抗衡 那您认为最理想的是哪一种做法呢 台湾是专制或是民主是哪一个呢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都是要在他的时空背景之下去看 好比像说跟雅典相比 那同一个年代的其他的文明 可能看起来很专制吧 但是雅典也好 或者是接下来的罗马的共和制也好 也并不是把所有人都纳进公民的范围啊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 一定是觉得他并没有做到平权 他还是把相当多人甚至奴隶 这样子的制度还是存在的等等 所以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说 什么样子的情况就是完美的民主 在台湾也有很多人觉得 我不到18岁我没有投票权 但是我已经想到一个很好的概念 这个概念必须要被国家看到 这个是不是说我们投票权 18岁才能投是不民主呢 可能也不是吧 而是说随着时间过去 大家有越来越多发展民主的可能性 开始出现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妨把民主 看成一种科技 一种社会的科技 social technology 也就是传统上只有纸本 只有投票的时候 可能每四年 每一个人只能上传相当于 三个位元左右的资讯量 也就是投票的资讯量 但是现在因为事情顺息万变 我们需要一种连续性的日常都可以参加的民主的时候 只靠这种四年两年投一次票 显然就不足够了 所以台湾可以说是 因为是一个新兴的民主的政体 我们把民主也像是机体电路版一样 可以每一代每一代 这个几奈米几奈米 就可以发明出很多新的民主参与的模式来 我了解 我了解 OK 第七个问题 好 听说您曾经有到日本参访过 当时您对日本的印象为何 我到过日本相当多次 那我对日本的印象一直都是说它是存在于未来的 这样子讲也没有错 因为一小时之后的未来也是未来嘛 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到日本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啊 在台湾还在用Palm Pilot 我很喜欢用Palm Pilot 那个时候拿笔写字 在日本已经是一整台个人电脑 叫做Sharpsaurus 跑的是Linux 都已经可以完整的在上面写程式了 不知道先进多少倍 所以我也很高兴的买了一台Sharpsaurus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在当时这种好像科技来配合人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直到今天的日本 仍然是这样子啊 并不是说硬要人来符合科技嘛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一直还是觉得 日本应该是在一小时之后的未来吧 哦我听到这个很高兴 OK第八个问题 好的 日本目前它在AT产业在全球当中的发展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来得好 但像是台湾的TSMC或是电脑品牌 都是异军突起的 而且并且获得了成功 您觉得最主要的成功因素在哪里呢 不过我想说的是 就像我设计这一套1922 Vaccine Appointment System 就是疫苗的登记预约平台 它是在我脑里成形没有错 但是同时我们的不管是总统府 行政院各部会各地方政府的朋友 也是一起集思广益 那同样的道理刚刚讲到的 不管是钥匙便利商店 卫生所等等的朋友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这套系统也不可能完成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品牌 它或许有一种让人便利于记忆的重要性 可是你如果去看台积电 实际在执行它的工作的时候 它的原物料 它的那台机器 它的各种各样子的设计的软体等等 都是各种不同理念相近的国家的朋友 一起来做的 如果日本不来供应的话 明天就做不出任何一块电路板来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这其实是一个全世界为规模的团队的齐心协力 那当然台积电它名字里面有一个台嘛 所以大家会记得台湾啦 那但是事实上这是跨国的一个工作 那第九个问题呢 您认为台湾未来在50年 100年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个IT技术 会发展成怎样的景象呢 在你的想象当中 在我的想象当中 就像我常常讲的 台湾每一次发生地震 就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路板块碰撞的时候 玉山嘛就往上又升高一点点 所以呢我们每年玉山会往上升高 大概两三公分吧 不断向上了仰望星空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台湾的这一整套的发展 是各种不同的价值 各种不同的思潮 互相冲撞的结果 因为我们是非常自由的民主政体 每一个人都可以主张技术要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每一次这样子碰撞之后 我们又凝聚出一些新的社会的创新 然后去融合这些不同的全世界别的地方的制度也好 发想也好 里面适合台湾的部分 我们又继续再往上仰望星空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会持续的往下做 而且仰望星空很可能也不是一个比喻而已 也许很快的 不管是现在的卫星啊 或者是未来人类就不会再说 我们只是要有国际观 可能要说有星际观啦 如果是从50年100年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想地球是我们文明的摇篮嘛 但是不会文明一直停留在摇篮里面的 OK 给我30秒的时间 我们要换SD卡 好的 对不起罗 你很忙哦 没有问题 50年之后相信SD卡也好 电池也好 都不需要换了 哈哈哈哈 应该是 那就是 25年前我跟你见面的时候 大部分的日本人都不知道你 可是现在很多很多日本人知道你 所以最后请给日本的观众说几句话可以吗 是 非常感谢日本的朋友 不管是AZ的疫苗的捐赠 让我可以达到第二剂疫苗 并且就可以来日本了 或者是持续一直不断以来 在我们每一次发生地震也好 天灾也好等等的时候 给予台湾非常多实质上 以及感情上面的支援 我想这个是共通的 日本发生任何事情 台湾人也不会好像当做别人家的事 一定是当做自己家的事情 所以希望这份情感能够持续的深化 而且我也非常期待 实际就是来日本来看大家 祝大家 Live Long and Prosper 我听到这个很高兴 谢谢坦方先生 谢谢都可以啊 没有关系的 我该怎么叫你呢 其实都可以的 我在Twitter上面 有特别用信号 斜线信号 来表现说 你怎么叫我 我都可以 的这样一种态度 日本话有一句话 就是很方便 后面加一个三就好了 对 就是不管男女 不管老的 年轻的 都是加一个杀猫 也有人叫我 Odori Tan 那个Tan Tan好像是Chan 的一个转音 是一种很可爱的这种形容 好像变一个动画或漫画的人物 对 那欢迎你来日本 很快就会来日本了 非常期待跟大家见面 期待你了 好 谢谢 拜拜 谢谢